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那什么叫可以数呢 可以数在数学上的定义是这样 我们如果说有一个集合 它如果是叫做可以数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它里面所包含的东西是可以一个一个被你数的 而且就算它是无穷多也没关系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数它 它里面的你随便抓一个东西出来 它终有一天会被你数到的 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以正偶数的这个集合来讲 正偶数的集合是什么? 所有的可能正偶数就是2、4、6、8、10、12等等等等 它有多少个?它是无穷多个 这个集合非常非常的大 里面有无穷多的东西 但是它是可以数的 怎么说呢?就像上面讲的 一个集合如果是可以数的话 也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方法数它 你里面随便抓一个数字来 只要你有恒星有异力 总有一天会数到它的 以我们这个正偶数的集合来讲 我就是照这顺序数嘛 2、4、6、8等它数下去 对不对? 所以里面你随便抓一个数字 比如说这个8928307012 这个超级大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虽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但是 只要你有恒星有异力 就像你在跟木科的科一样 我们总有一天一定会数到它的 所以就是可数的概念 可数的概念 东西多没关系 但是呢 你只要慢慢数每一个东西 只要一定有恒星有异力 一定可以让你数得到的话 那这个集合就是 所谓的可以数的 但是 还有另外一种集合是 你东西很多 即使你非常有恒星有异力去算 你就是没有办法数完所有东西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写一下 不可数的 在数学上来讲 如果有一个集合 我们说它是不可数的 这不要讲是说 里面的东西是太多了 多到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被数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数它 它里面一定有个东西 是你数不到的 举例来讲 这个是一个实数系 这个数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就是说0到1里面 所有的实数 是有非常多的实数 0到1里面 超级多的实数 超级多的数字 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在数学上很重要的一个性质 0到1里面所有的数字呢 所行的这个集合是不可数的 它多了 这是多到你数不完 怎么都数都没有办法数 总是有个东西会你数不了 那这东西 是数学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有办法证明呢 来这个老师 秉申这边秀给你看 好 假设今天有一个非常狂妄的小子 他说 你这废大数 我超级有恒心毅力的 我绝对有办法 把0到1里面这些数的实数 一个一个数出来 绝对是可以数的 然后秉申说 哼 不可能的 假设你真的有办法把这集合中所有数字数出来 你就按照你数的方法 一个一个 把你的数字 按照你数的顺序把它写出来 那小子说 哼 写就写 你这废大数 那这个小子 他有一个他的一个算法 我也不知道什么算法 他可以是任意的算法 那他就说 他有他一个算法来数这个数字 那我们就让他一个一个写下来 他就写啊 他说 第一个被小子数的数字是 0.25281… 第二个被他数的数字是 0.3829… 第三个数字被他数的是 0.12375… 他就这样一直数下去 一直数下去 比如说他就数了数 超级多个数字 数了 一直数下去 然后秉申抚须笑说 早知道我今天不要刮胡子了 这个feel都没了 秉申抚须笑说 哼 无知小子 你失算啊 有一个数字是 你绝对没有数到的 小子说 我不信 然后秉申说 小子 猖狂 我包你绝对没有数到 0.716… 等等等等 各位看官啊 秉申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数字是有什么玄机呢 为什么他怎么敢这么样的断定 说小子绝对没有数到这个数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有道理的 你看看 这边呢 小子在数数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特别的 把他第一位数标出来 他第一位数 第一个数字的第一位数是2 如果你第一 这个小子数出来 第一个数字的第一位数是2 我就把我 创造出来 我就创造一个新数字 这新数字的小数的第一位 就是 9-2 我令他等于7 ok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create出来的数字 是不是就一定跟你这个 小子数出来的第一个数字是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因为我的小数第一位是7 小子算出来 数出来的第一个数字的小数第一位是2 7跟2 小数第一位就不一样 这两个数字当然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好 那我要 我要创造出一个数字 是完全没有在小子这个 列出来这个数字里面呢 我的第二位要怎么定呢 很简单 你看 小子数出来的第二位的这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的第二位 他数出来第二数字的第二位是8 那我这边就来令 我创造出来的数字的小数第二位 我就把它创造出来的就是小数第二位就是1 就9-8 等于1 也就是说 我dn位数字 我都把它列成是 9-掉小子 dn个被他数的这个数字里面的dn位 所以小子数出来第二位的 第二个数字是8 第二个数字的第二位是8 我就把它定成 9-8 是1 again 我创造出来这个数字 会不会等于小子数出来的第二个数字呢 不会的 因为我的小数的第二位 就跟你的小数第二位不一样 我当然不会等于你这个数字啊 对不对 同样的 小子数出来的第三个数字 他的小数第三位是3 那我创造出来的数字的小数第三位 我就把它定成9-3 是等于6 所以 我的小数第三位6 跟他数出来第三个数字的小数第三位3 是不一样的 所以 也表示我创造出来的数字 绝对不会等于他数出来的第三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 不管你小子怎么数 你这边列了 这边大概列了 列了一百万个数字 我都可以创造出一个数字 他的小数第一位 第二位到第一百万位 全部 都这个数字 会跟你前面这一百万个数字 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数字一定不会在小子数出来的 那一群数字里面去 所以这就证明了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数字 是绝对 没有办法被你数到 这个0-1里面的数字 数字太多了 多到 你不管怎么数 一定会有个数字是让你数不到的 因为这是主要的 来自小数的位数 可以有无穷多位 所以小子看到这个数字以后 就虎屈一震 这才经见自己的这个狂妄无知 才知道眼前这个大叔的威能 小子随即跪下来 恳求秉申收其微图 契言日后必当用心向学 秉申辅虚成瘾 你去Coursera注册吧 那后话我就不表 你看我这个数学的证明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证明 这个自己玩得蛮开心的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 这个在无穷多 无穷多的事情是非常有趣的 无穷多 虽然我们以为无穷多 无穷多就是无穷多个嘛 但是你就发现说 无穷多还是有分等级的呢 所以可以分 可以数的一个一个数的无穷多 还有可以分像0-1里面这个十数 这种非常稠密 再怎么样都会有一个数字 你数不到这样的无穷多 所以无穷多是有分等级的 可以数的无穷多 跟不可以数的无穷多 那我们离善的随机变数 就是指 你的这个 random variable的值 随机变数的值 如果是可以数的 有限个 或是可以数的无穷多个 那就是离善的随机变数 如果你的这个随机变数 是连续的随机变数 那代表 你的这个随机变数可能的值 就像十数一样那么多 是0 像0-1里面这个十数那么多 是不可数的无穷多 所以在无穷多的世界是非常有趣的 我再举个例子 无穷多的世界是很有趣的 在正整数的集合 比如说我们有个正整数的集合 什么叫正整数的集合 举例来讲 我问你一个问题 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 正整数所形成的集合 无穷多个东西 对不对 跟正偶整数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所形成的集合 也是无穷多个 这两个集合 哪一个东西比较多 正常来讲 我们当然觉得说 诶 这个正偶整数 24680 是不是有出现在正整数的集合面 这个A这个集合 是正整数的集合 那正偶整数这个集合叫做B的话 你看B里面的东西 24680 是不是一定都有出现在A里面 那我的东西 你里面都有 那当然 我会觉得说 诶是不是 可是你看A里面这个有3 13579 却是B里面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 你中有我 可是我中没有你全部的东西 那我是觉得 好像 这个A这个集合 应该是比较大的 可是 错的 在无穷多的这个 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在讲说两个集合 谁多谁少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多 我们其实在看说 你有没有一个方法 可以做1对1的对应 比如说你来讲 在正整数跟正偶整数 A跟B这两个集合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1对应的关系的话 我们其实这两个是一样多的 比如说你看 1就对上2 A的1就对上B的2 对不对 A的2呢 就对上B的4 那A的3呢 就对上B的6 那A的4呢 就对上B的8 你去看说 A里面的每一个东西 我们都可以在B里面 找到一个东西跟它对应 A里面的1,2,3 就对应到B里面的2,4,6 同样的 B里面的东西 每一个 比如说2 我就把你对回A里面的1 B里面的4 我就把你对回到A里面的2 B里面的6 我就把你对应到A里面的3 也是一样有一个对应可以回应的回去的 对应的回去的 所以你们就发现说 A跟B之间 这两个集合只要能够找到一个1对1的一个映射 一个对应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就会说 这两个集合书的东西呢 是一样多的 是一样多的 所以正整数的集合跟正偶整数的集合 两个东西是一样多的 这是很好玩 这跟我们的直观是很不一样的 是不是 同样的道理 老师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长度为1的一个直线 线 这里要线 0到1 这里要线 线上面有多少个点 刚才讲过 0到1里面的这个数字 也就是这个点 可以无穷多个 而且是不可以数的无穷多个点 OK 好老师问一个问题 0到1 这个长度 这个线段上面的点 跟长度为1的正方形 就是长度为1的这个正方形 这个平面 上的点 哪一个点的数量比较多 是一条线 长度为1的线上面的点比较多 还是一个 这个边长为1的正方形 这个平面 这个点数比较多 也是一样 直观上 你会觉得平面 这个平面是有无穷多个线段 那我应该平面上面的点比较多 但是 again 无穷多的世界是非常特别 还是像刚才一样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1对1对应的方式 事实上在数学上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式 你这个上面的任何一个点 我都可以对应到平面上的某一个点 而且这个对应呢 平面上随便抓这个点也都一定回得去 他也是可以找到1对1的一个对应的方式 所以呢 这个就比较复杂 这个数学上比较复杂 这边老师就不再深入去探究 有些女同学可以去找一下 可以去找一些 在网路上 或是在书上找一些资料 但是呢 这给你一个概念 只要两个集合可以找到一个1对1对应的方式的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 这两个集合数量是一样多的 所以边长为1的 这个正方形的点数 平面的点数 跟长度为1的线段点数 是一样多的 甚至你可以把它推广 就是说 这个长度为1的立方体 一个立方体 它里面的点的数量 跟一个长度为1的线段上面这个点的数量 哪个比较多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1对1的对应方式 可以证明出来 它们两个是一样多的 所以呢 大家记住 在这两个例子里面 都是一样多的 正偶数跟偶整数 这两个集合是一样多的 一个线段上面的点 跟一个平面上面的点 乃至于跟一个立方体的点 都是一样多的 这都是非常颠覆我们想象的 OK 所以呢 你要记住 这个要好好记住 这非常有用 这是你今天如果在教室里面 你要看那个 或是在哪边看那个很心仪的 这个女孩子 正妹 你要一个破冰 想要跟她开 开这个开启话题 是非常好的素材 对不对 同学 请问一下你知道吗 一个线段跟一个平面上的点 是一样多的呢 这就是一个 多好一个破冰的话题 是谁说这个学数学没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 老师说的话你听听就算了 不要真的当神去跟人家这样讲 是啊 再来 Mormon It's my word uya 嗯 不